我講閃下課基本上是 將一些步驟和經驗交給你們 你們遇到什麼問題之後 你們看我這個步驟做就可以了 沒有那麼多複雜的事情 我講課是不會拖泥大水的 今天這兩堂課 最重要是教會大家什麼呢 奇門遁甲的一個思維模式 學完這兩天 你們一定要養成一種 建立一個奇門遁甲的思維模式 無論遺測什麼都好 都用這個模式去遺測 就不用說一樣東西都要學的了 戀愛又怎樣去遺測啊 財運又怎樣去遺測啊 不用記過這些東西的 你只有這個模式之後 全部用這個模式去遺測 還有根據這個模式去找到一些突破口 奇門遁甲 特別是因本奇門遁甲 所有的漁出 你都不用擔心過這些結果的 無論結果是好還是壞 你都可以找到一個突破口 去扭轉這些結果的 除非你這個人困在這裡不做事就沒辦法了 只要你是用心做事的 無論你漁出這件事情 不可以也好 不可以也好 你用這個模式去想一想它 你就知道如果我硬要做的話 乘數去到哪裡 還有要注意些什麼 即是用奇門動甲進行預測 可以說無論是好的結果 或者是不好的結果 你都可以扭轉它 有好的結果你想破壞別人的那些 一洋人在這裡找一個突破口 你就知道它怎樣破壞 一些不好的東西 很難成功的東西 但你都要做 都可以通過這個模式 找到一個突破口 去做它 都會有某些程度是會成功的 OK 先講這個奇門動甲中生稿 可能有些人說 我想學奇門動甲時盤 但其實很多技巧在中生稿裡面都會用到的 即是時盤 在中生盤裡面很多技巧都會用到的 一會兒我講的時候你就明白了 OK 我們先講這個奇門動甲中生盤 什麼叫奇門動甲中生盤呢 就是將你的人出生的年月日時 輸入他的apps那裡 那就出了一個盤了 比如說這個人 公歷1981年9月23日17時52分出生的這個人 一個男的 這個拳字 輸入這個apps就會出了一個八字的了 新有年 丁有月 甲神約 葵有時出生的 這個八字大家都明白了 不用多說了 奇門動甲中生盤 你要將兩個牌盤都要排出來的 第一個通過apps 排出這個奇門動甲的中生盤 又要通過這個apps 將這個八字的盤又排出來 八字的盤排出來 我們只要是要什麼呢 是要這個大運 行什麼大運 跟哪一年開始 哪一年結束 還有榴槤 這個大運 包括哪幾個榴槤 我們記這些就可以了 那這些有什麼用呢 一會兒就講到 就是說我們要 學會這個中生盤 是要將這個人的八字輸入去 輸入去 出了兩個盤 一個是奇門動甲的中生盤 一個是八字的盤 那這張圖呢 我們做預測的時候 這張圖就肯定要記在心裡 因為這張圖是將所有的基礎知識在裡面 比如說 我們講一個信公 這個信公我們看很多東西的 比如說要講到身體的話 信公代表光膽 林巴系統等等 如果他講的是六親的話 代表長女 五行屬目 先天位為對公 後天位為信公 方位為東南邊 還有他有暗藏的地支 神和智 神和智 有比較多的東西的了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不懂得做預測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將這幅圖 拍照拍下來 到時候抄書就可以了 記住我們學習的時候要快速學習 怎樣才叫做快速學習呢 不用去記這些東西的 如果你記性這麼好 讀書就很厲害了 但是作為一般人 記性沒那麼好的 包括我自己也是 但是你起碼要知道當你要找答案的時候 在哪裡找就得到 明白嗎 所以這張PPT是給你們找答案的 很多時候你們不知道怎樣去預測 你會出什麼問題 什麼時候出什麼問題 什麼時候出問題 會出什麼問題 出在哪個人的身上 其實這張圖就可以了 什麼時候出問題 這裡有個神有個智 就是可能神年智年 神月智月 或者神日智日 甚至神時智時都是他 或者是屬龍的 屬蛇的都是他 出在哪個人身上 長女 有什麼問題 可能這些問題 等等 抄答案就可以了 學習最重要是知道去哪裡找答案 這裡打一個 第二個知道如何去預測 OK我們繼續講這個終身本 把這個八字 輸入去之後 得到這個 把這個出生日期 輸入去Apps 得到這個八字 那八字裡面 什麼叫命功 日光六功代表命功 你一定請記住 日光六功代表命功 比如說好像這個八字一樣 我們輸入去這個Apps之後 我們會出到兩個資料 一個是 奇門頓甲的資料 日光六功 為直乎落在這裡 這個所謂的命功 我們還要把他的大運都排在這裡 把大運都要排出來 把大運排出來 把大運排出來 一會兒會很有用的 排出來之後 命功有什麼用呢 命功代表了性格 掌相 行為習慣等 這個要記在這裡 所以你如七一個人的 性格 掌相 行為習慣 看起命功落功 這個符號 命功落功 總共有五個符號而已 神 神 聖 門 綱 綱 綱 這幾個符號而已 那將這幾個符號的意思 讀出來 解釋出來 你就知道他究竟是 性格是怎樣的 掌相是怎樣的 行為習慣是怎樣的 不如說我們在網上講過 是不是講過 有四害的時候 往負能量那裏判斷 沒有四害的時候 往正面那裏判斷 OK 我們判斷這個性格 林植父 但是這個有四害 他說葵水是有四害的 在這裏 我們看 林植父有四害代表什麼 植父代表什麼 是不是高貴的 但是在性格上 在上面 什麼都想自己做事 林植父的就是這樣 林植父的人一般 慈心很強的 什麼都想自己做事 喜歡跟著人家屎乎乎乎乎 哪怕是一開始跟著人家做事 慢慢都想自己做領導 做管理 做老闆 他這種性格 換在性格那裏是怎樣的 有了四害的植父 是不是 是不是為人比較霸道 喜歡 做什麼都 希望人家聽到 叫我知第一 是這種人 那天英星代表什麼意思呢 天英星不是熟火 熟火放在性格上 好像火那樣的性格是什麼意思呢 好的就是月情 不好的呢 急進 暴躁 天英星又喜歡裝模樣 你呀 對嗎 就這樣看 很難嗎 不難的 但是為什麼你們不懂得說呢 就是因為沒有人告訴你 命功代表什麼 代表他性格 掌上 行為習慣 那掌上是怎樣的呢 比如說你不懂得這個人 那掌上是怎樣的 那些人 是不懂得這個人 那些人 那些人 是不懂得這個人 四害是一樣的 都是一樣的 天英星是不是帥 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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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代表英俊 毛加葵代表什么意思 那块面呢 方的 毛肚嘛 四四方方的嘛 葵水呢 不是很白正 葵水不是很白正咯 有颜色看的嘛 甚至毛肚是黄的 那块面是弱大黄的 比如说这块面就是黄一点咯 那个同行咯 这块面就是白正一点咯 这块面就是白正一点咯 对比就明白了 所以很多时候你们都要 有空都要学一下 面相手上 我是一排那个课程呢 我讲一句话的 很多时候那客人 找你聊天的时候 找你做预测的时候 其实你一开始是看起面相 看起三庭 看起眼耳口鼻 看起眼神 看起血血 你先看到他面相之后呢 然后呢他问你呢 再叫他面相呢 基本上都有五六成的 这个方向已经不错 然后呢 再慢慢去解释 这些所谓的东西就很容易解释 有一天上了两天的课 那两天的课是给你们 做我们这一行的一些 绝招技巧 好像你也来说 没有 有些技巧 好 那两天的课非常好 非常之好 我讲这些全部都讲技巧 OK 好 那这个命功呢 大家都懂得看 其实呢 重点的是看什么呢 先天命功代表了什么 后天命功代表了什么 比如说先天命功代表了父母围住 身高 智商 慢性病 身体状况等的整体财况 先天命功是什么意思呢 飘移的功位就是先天命功 所以命功在信功 他飘移是不是飘到坤功 是不是飘到坤功 飘到坤功是不是先天命功 所以这个先天命功代表了什么呢 父母的围存 身高 智商 慢性病 身体健康 等的状况 如果是没有死害呢 基本上这方面是没有问题的 有死害会怎样呢 小心点 比如说 如果你先天命功是有死害的 智商不会高 智商不会高到很多 一般先天命功没有死害的人 读书都比较好很多 生得比较帅 好像说这个林狗地 先天命功临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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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有死害的人 那些人生不高的 本来狗地也是矮的 本来狗地也不算是高的 本来狗地也不算是高的 有死害的位子就更加矮 男人的米六都不够算矮 女人甚至不过米 又代表很多时候 又代表智商 如果是有死害的 智商不会很高的 还有呢 慢性病也是 身体状况 如果先天命功是有死害的 你直接判定他有这些 先天性的病 慢性病 比如说我自己有胆狼 我胆有问题的 我这个是先天大过来的 我先天就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这种情况 慢性病 身体状况 先天命功出的问题 基本上 不医 又没事 吃药 又不会好 是一种慢性病 为什么要看他有什么病 他看这个 你说不知又没事 那先天病有事 为什么看他不知呢 因为一般这种先天病 你医又医不好的 不吃药又不行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那是 没得医 还是没得医 医都医不好的 基本上都很难医得好 比如说我这个胆狼 有小到大就有的 有小到大就有的 不吃药又不好 有时候又会痛一下 痛一下吃药又OK 就是这样的意思 比如说这些是昆宫的先天宫 一般的脾胃消化系统 都肯定都会弱的了 如果有四害 匈亡了也算是 匈亡了也算是 匈亡 我知道 如果是匈亡的话 是不是这个 身有秉身 1981年9月23日 不是这个 这个 单纯匈亡不算是四害 记住 在这个中心盘里面 中心盘 单纯的匈亡 是不当是四害的 因为匈亡是客观存在的 作为一个中心盘来说 但是作为时局来说 匈亡就是一个四害 你们完全记住 因为时局是 现在的情况 匈亡这个符合非常重要 告诉他们 这件事情 匈亡 不存在 或者未准备好 但是作为一个中心盘 匈亡是客观存在的 因为每一个局都有匈亡 每一个局都有匈亡 所以在中心局里面 匈亡不算是死害 匈亡不算是死害 那是正常的 和没有匈亡 一样 中心盘 匈亡和不匈亡 是一样的 不当匈亡 是存在的 是不存在的 没有意义的 在中心盘里面 只差一个匈亡 没有门逼 没有激应 没有任务 不是 在中心盘 匈亡不算是死害的意思 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匈亡是客观存在的 在中心盘里面 不同时局 我七时局的时候 你的匈亡就是有问题的